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的那张图是古文明的分布图 就是四大古文明 西亚 埃及 印度 中国 那历史书籍常指出 距今大概在三四千年前 其实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請你把那個聚晶兩個字把它塗掉 你應該把它改成西元前三四千年前 OK 那為什麼有差 因為你如果聚晶西元前三千年 那是不是等於聚晶五千年 因為你還要加上西元會有兩千多年 對不對 所以聚晶多少年跟西元多少年 那就扣掉兩千就對了 所以它應該是在西元前三千年左右 OK不是聚晶 那如果你用聚晶的話 應該是五千年囉 三千加兩千 所以西元前三千年左右 然後人類在這個地方取水方便 然後大河兩岸就孕育出了文明 這邊有一個問題 因為你高中歷史 對於名詞的解釋要精確 就是它到底意思是什麼 你如果意思不對 你遇到題目 你根本看不懂題目 那你選擇就錯誤了 請你幫我把第二行古代文明四個字畫線 因為這個地方需要解釋 第一個是什麼叫古代 基本上整個西方文明 它的基礎是歐洲文明 那歐洲文明的話 它就是把它分成三個階段 這個其實在你國中的時候有聽過 就是三分法 那三分法的話 第一個點就是476年 西羅馬滅亡 西元476年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1500年 西元1500年 所以476原則上就五世紀跟十五世紀 可以這樣記 這樣子的分法就會分成什麼呢 最前面那個叫古代 就是上古文明 什麼希臘 你說西亞、埃及、印度、中國、希臘、羅馬 就是西元476年之前 這是最基本的 然後這個叫做中古 OK 那那個modern呢 是其實英文上面沒有嚴格的說啦 就是你要把它叫做 近代或現代都OK 可是在中文裡面呢 我們在學這個世界史的時候 有人會把它分成兩個階段 把這個現代或近代都可以 他會把它分成近代 然後後面又多一個現代 大方向上是三分 五世紀以前 五到十五世紀之間 十五世紀以後 那個近代和現代 其實在英文上面的說法 意思是一樣的 可是中文會分成近代跟現代 現代是最靠近我們的 老師如果這個地方是古代的話 你看我說古代文明嗎 這個地方有一個問題 還沒有解決什麼問題 前面是多少 你不知道他前面是多少 你知道現代是到現在 今天也算現代啊 可是你的古代 你不知道他的開頭是哪裡啊 對吧 所以他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啊 你的古代代是從哪裡開始的 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你何時開始 好這第一個問題 我至少先告訴你 古代是在四七六年之前 那到底前多久 到一萬年前 到十萬年前 到一百萬年前 對啊 所以這個問題還沒辦法解決 但第二件事情解決了 就是什麼 我們剛剛不是說四個字嗎 古代文明嗎 什麼叫文明 什麼叫文化 文明跟文化也不一樣 不一樣 文明 這個地方有一個分解 西元前 文明的定義是什麼 它需要 要具有三個東西 第一個叫做文字 其實也就是我們說的歷史時代 不是史前 然後第二個是城市 城牆 因為戰爭發生了 要用城牆護衛自己 第三個就是什麼 青銅系 所以其實有一個數字 西元前三千年左右 距今五千年 它就是文明跟文化的分界線 在三千年之後 出現了所謂的城市革命 就是文明出現 所以文明的定義就是 告訴我們前了 就是三千年之後 你再往前走就沒有了 所以你看把兩個裝在一起 就是到古代文明的時間了 為什麼城市 文明的形成是在 西元前三千年之後 因為它具有三個東西 第一個 我剛剛說的城市革命 第二個 你還要有文字的出現 文字的使用 為什麼 因為文字就是載體 我們是透過文字來記錄這些東西 它就構成了文明 所以文明的載體就是文字 然後第三個就是青銅器 其實青銅就是銅的意思 那個青是顏色的意思 白銀黃金青銅 就是它前面就代表它的顏色 因為銅像氧化之後就是綠的 它就是銅器 所以當你看到的銅器 當你看到的文字 當你看到的城市 就是文明的形成 這個是適用全世界 所以我把一和二結在一起 就形成了古代文明 然後最後得到一個結論 所謂的古代文明到底是指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 也就是我們說的上古文明 古代文明 文明架構的它的最開端是西元前 3000年 所以它的上限就是最前面就是西元前3000年 那它的最後結束是多少 它的最後結束是不是476年之前 所以這個區間就是所謂的古代文明 所以剛剛的那個核實開始透過文明就解決了 所以它的最後是476 它的最前面是1500年 好 然後我們就在這個區間裡面就可以幹嘛 就可以把文化塞下去了 第一個 文明嘛 最早的就是四大古文明 那四大古文明都按照時間的先後 最早最早 就是前緣 這是跟國中有連載性的 可是這個東西國中沒有教 它並沒有跟你講文化或文明的差別 龍山文化 荷姆渡文化 楊勺文化 長冰文化 對不對 那不就是史前嗎 或者是大奔坑文化 那不叫文明啦 為什麼 因為它缺了這些東西嘛 它至少缺了文字嘛 所以四大古文明按照時間上來看的話 第一個是西亞 然後第二個就是埃及 然後第三個就是印度 然後第四個是中國 那第二個你有聽過的文明是什麼 就是歐洲最古老的兩個文明 對不對 所以就是你把一加上二 歐洲古文明就是希臘跟羅馬 它就是所謂的架構的上古文明嘛 就這些東西嘛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跟國中複習 這邊唯一的差別就是我說的 文明的定義 那這個還是要習慣啦 新年前三千年左右就是距今五千年嘛 發生了什麼東西 城市革命 然後造成的是文明出現 那請問你 那距今一萬年前有什麼革命 然後又是什麼東西出現 距今一萬年前剛好是地球冰河時期的結束 那冰河時期的時候 跟冰河結束的差別就是什麼 新石器革命農業出現 所以一萬年前那個叫做新石器革命 然後農業產生 為什麼因為冰河結束啦 才有可能有綠色植物吧 那你在冰河時期的時候 那綠色植物也沒辦法出生嘛 對吧 這只是稍微跟你講 好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其實跟國中差不多 但唯一的差別就是文明的定義 我在講一次 文明的定義 那這個地方呢 又會討論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有三個之間的關係 他蠻喜歡討論的 請問你西亞埃及跟歐洲文明有什麼關係 其實這個東西你們國中有學過你知道嗎 至少你要回答出一句話 光來自東方 法律來自西方 沒有印象對不對 沒有印象我再畫一個圖給你看 這是什麼地中海 這個地方是北非嘛 然後上面是歐洲 那歐洲是不是長了三隻腳 伊比利半島啦 義大利半島啦 巴爾幹半島 所以我大概是這樣畫 然後旁邊是不是亞洲的西部 然後突出來這個地方是不是叫蕭亞西亞 然後他中間圍繞的就是地中海 你在國中是不是有聽過 有沒有看過這個圖 你曾經刷過歷屆試題就會看到了 他說西亞古文明在這邊 然後還有埃及古文明 因為他們距離很近嘛 所以他們是不是長期交流 而且時間相當嘛 因為四大古文明前面兩個啊 然後這個文化後來透過海洋的方式 傳到了歐洲 然後再從歐洲的這個地方傳到這邊 然後再就一路上去 世界上面其他地方還是黑暗的時候 因為你們的文明比較早嘛 他們還沒有文明嘛 所以文明就像光一樣打到西方去 所以站在西方歐洲人來講 就是光來自東方 就是文化是來自於東邊嘛 文化是從東邊傳過來的嘛 對不對 那所以這張圖呢就是國中教的 然後呢就架構出了西亞埃及跟歐洲文明的關係 就是什麼他培養出了這個歐洲文明 所以歐洲文明跟西亞埃及文明是有關聯性的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為什麼我們不講印度和中國 因為印度文明後來就自己GG了嘛 阿利安人入侵就沒了嘛 然後中國文明是在東亞地區啊 他沒有往西邊這邊走啊 對吧 最早在上古時期沒有嘛 沒有什麼蒙古西征啊 也沒有什麼阿拉伯人唐朝的關係嘛 好 所以呢這個 他的關係是很簡單 你們的上面是不是有一張地圖 我要用那張地圖來跟你解釋 他們之間的關係 至少有三個關係 然後我們要把它插出來 所以如果你可以回憶一下 怎麼有一些東西好像國中有看過 我會把國中曾經提過的 跟高中的東西把它連結在一起 加強你對他的印象 這邊就是國中嘛 有畫這種圖嘛 對不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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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